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黑脸 有一个白脸 对不对 可是我今天只有一个人 我只有一个人 那只有一个人他能不能唱黑白脸的战术呢 我们再先看黑白脸的整个战术逻辑 我们先了解这个逻辑 然后再想说到底一个人可不可以玩 他们说为什么黑白脸呢 黑白脸的战术呢 其实是想让自己多一个回旋的空间 我们多个回旋空间 比如说一个唱黑 那另外唱白 对不对 那黑的唱得太过分了 白的可以把它转回来 你做个回旋的空间 你想想看 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人唱 一个人唱你的是平的 有回旋空间以后 他开始有一点纵深 他开始有点纵深 对不对 然后更重要的是呢 他可以避免谈判的 让他不至于失控 比如说今天我唱黑脸 对不对 那我唱黑脸 我坐地盘我出去了 那我坐地盘出去了 那我得算准 谁在后面善后 谁得把我拉回来啊 对不对 谁把我拉回来 如果我出去了 我在门口站半天 没人落回来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在谈的时候呢 我想说 一个是让谈判 有一个回旋的空间 一个呢 我是让谈判的 不至于失控 好 那黑白脸的战术呢 如果你真的去唱黑白脸的话呢 我们一般黑白脸的唱法是 下黑上白 下黑上白 就下面的人唱黑脸 上面唱白脸 也就是说 你今天只要说属下 属下呢 那我就告诉你 你去唱黑脸啊 那黑脸 那我如果发现呢 你整个事情 呃 有些话我不好讲啊 对不对 你帮我去讲吧 以我这个身份啊 以我这个档次啊 那我就画呢 我们这种身份的人 我有一句话 我是慈眉善目啊 那哪句话 我不好讲啊 我那小鼻子小眼 跟你去争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 所以我就叫我的徒弟 我叫我的属下 说哎 你去给我唱黑脸啊 那黑脸 他如果唱的太过分了 或者说这件事情 可能失控 那我都把它抓回来 我说啊 甲义把它骂一顿 甲义骂一顿 收回来 这个是个 这是白脸 对不对啊 黑白脸的避免的失控 失控 所以今天 那同样的 我今天如果唱黑脸的话呢 我也很希望我的老板呢 嗯 他来唱白脸 我可能跟老板说 老板这样子啊 那我唱黑脸 我出去冲啊 你不好讲的话呢 我帮你去讲啊 那什么样讲不对了 呃 你随时纠正我 好吧 说你随时把我拉回来 啊 当我知道有人在后面 能把我拉回来的时候 我就敢放出去嘛 不要忘记 就是这个概念嘛 对不对啊 所以下黑上白 那么一个人呢 那如果说一个人唱白脸 唱黑脸 他是他在角色上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择呢 嗯 一个人唱黑白脸 可能一种情况是 他是白脸 他兼唱黑脸 什么意思 就是黑脸没有出现 对吧 但是我是白脸 但我同时一个人分食两个角色 比如说我常讲的例子 嗯 今天我跟人家谈判 我开价 10块钱 10块钱呢 就人家帮我一杀 杀到9块半 所以我我我挡不住啊 好让了9块半 那对方发现 搞半天我这么会让啊 所以他得胜进尺 他现在是在开口 大开口他要9块4 哎呦我挡不住 挡不住我怎么办呢 我说我我回去请示一下 回去请示一下 就回去请示一下 第二天来我跟你讲说 哎呀大哥 昨天差点被你骗了了 有个数字忘记加进去了了 那数字不对了 害我回去被老板骂一顿啊 他不痛骂一顿 9块半不能卖的了 要9块6才行了 这时候对方会什么反应 他说什么9块6 什么9块6 9块半的 9块半的 什么9块6 9块半的 他再也不会提9块4了 所以9块4就锁住了嘛 对不对 你看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 从头到尾就是你一个人在玩 对不对 你是你是你是白脸吗 但是黑脸从来没有出现吧 对吧 这是一个一个人 虽然是两个角色 但是是白脸坚长黑脸的状况 那么在这里面 另外一个呢 是黑脸坚长白脸 今天我很黑 对不对 我唱黑脸 我唱黑脸 但是第二天我想放你一下 可是没有白脸出来 那我昨天讲话已经讲满了 我怎么放你呢 我怎么放你呢 对我可以装嘛 对不对 可以装说 你们老板是不是跟我老板很熟啊 要不然的话 我们老板今天刚把交代说 要我读宽线你们两天 对不对 你看我昨天不是跟你讲说 不行 你这个明天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不然我是什么样的惩罚你 今天我一跑来跟你讲说 哇大哥 你们家里很有办法啊 你们老板是不是跟我老板熟啊 是不是跟我老板打了电话啊 要不然老板今天早上呢 我出门的时候老板突然交代 说你们家呢 再给你放两天 哇很厉害啊 其实老板有没有给我交代 他怎么知道 其实说不定我自己就是老板 对不对 可是我这个黑脸 那我创造一个白脸 但是白脸没有在现场 没有在现场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黑白脸的一个状况 一个人分尸两个角色 但是呢 不管你是黑还是白 你要抓到一点啊 一旦选定了你的角色呢 你就要一路唱下去 是吧 也就是说 不要忽黑忽白 让人家不知道你到底相信你哪一句话 我们在谈判的时候是这样子 每个人有他的个性 那有的人个性 他非常凶的 他就是习惯 他就得去唱白脸 他要唱黑脸 他唱白脸不像 你知道吧 他很凶 他很凶 你如果唱白脸呢 那人家觉得你虚伪 你这个是这个绵绿藏着 你是故意的 黄鼠狼给几百年 没样好心 对不对 如果你是很凶的人 你一贯习惯 一向习惯去唱黑脸的 你就不要突然去唱白脸 或者你是很温和的人 你本来就是习惯那么唱白脸的 那你不要突然去唱黑脸 因为你也撑不起来 你也不像 对不对 你也不像 所以黑的人呢 就永远就是黑 白的人呢 就永远就是白 那么那你说那不是不能转吗 可以转 我刚刚不是教你了吗 我永远是黑脸吗 黑脸 但是我装了个白脸在后面 我说你看你们老板 师傅跟老板很熟 对不对 要不然你们突然问这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们老板师傅跟老板很熟 那就是我还是黑嘛 但是我后面是白嘛 对吧 他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所以讲说老师 黑白脸的战术 我们刚刚前面不是讲吗 我们控制后果吗 可是如果我每一次唱了黑脸 然后都留白脸出来善后 那人家会不会觉得有恃无恐 他不怕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每次都是黑脸 每次都是黑脸 黑脸 然后你都晓得吧 你跟我的战术用老了 你很熟啊 因为我这个人呢 绝对不会让整个事情失控 所以当我有黑脸的时候呢 我一定要准备白脸 那你如果晓得我这个急性呢 所以你在跟我唱情绪的游戏 吹乎的瞪眼 拍桌子瞪眼的时候呢 你就想说反正我会控制后果 到时候我总会有白脸出来收一下 你就不必管了 你就肆无忌惮地唱黑脸了 就跟我发脾气了 你也不必管事件后果 可不可以会不会失控 对不对 那我们能够控制后果的人 我们不是吃亏了 我们是天天被人家 人家觉得说 反正事情由我担着 那不是吃亏了吗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选择一些时候 偶尔让事情失控 偶尔让事情失控 偶尔让他 放在失控 让他知道说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那还有人在问个问题 就每一次谈判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下黑上白 那都是我的白脸 我的老板出来唱白脸 对不对 他出来放 对不对 那人家很多事情 找我老板就好了嘛 他干嘛跟我谈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这题怎么解呢 我们的讲法是这样子 下黑上白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放 我让老板出来放 如果我要就唱白脸 对不对 要放好人 让我的老板出来做 我们当活计的 是帮老板搭舞台的 老板站在我黑脸的舞台上 他可以唱戏 对不对 我说如果要放 让老板出来放 可是我从来没有讲 老板出来一定要放 都是两回事 对不对 老板出来都放 那给人家看破手脚了 他永远知道 老板出来不见得放 有的公司是老板出来 还要多砍两刀的 有的公司这样子 有的Sales就发现 他最后签约 是那公司的副总出来接 那副总签约的时候 他的习惯动作 就是出来再砍个三趴 就好像说事情结束了 他必须要喝昼月 就得砍个三趴 那我那Sales说 那你怎么办呢 他说他反正习惯这样的 所以每次就留个三趴 给他砍 他变成一个仪式了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老板出来 不是每个人都是唱白脸的 对吧 就是如果要唱白脸 让老板出来唱 这中间才有个转环的空间 但是不管老板在不在了 你一个人其实是可以玩的 但是你要抓到整个逻辑 让你有回旋空间 让你控制后果 抓到整个逻辑 你一个人还是可以玩的 非常精致的 可以白脸 要我试试看 以上就是今天的 刘比诚教授 谈判会合适 比试看 点赞 谈判会合适